虽然一生夫妇已经落幕了三年多之久 但是余生小夫之间的甜蜜在我们心中仍有不可磨灭的位置 而最近因为姊妹的成欢即播出 而遭到了战哥这位小醋王的闪击 虽然妹妹与徐凯的维谷科是恋爱很让人上头 但是很明显西外两人的营业就是为了去波尔科 礼貌且带有大方的营业是真的很难让人有心动的感觉 而在成欢即播出的前一晚 姊妹的小事就已经提前把库存给放了 而随后战哥的小事也是紧跟其后撒了波狗粮 毕竟就凭两个小事之间的甜蜜互动 谁又能信哥哥妹妹没有关系呢 而战哥小事放出的图片更是没有一张开心的图片 这恰好就是对应小醋王吃醋的模样 毕竟聚播期间要是先让妹妹炒CP热度才行 但是要谈到姊妹与战哥敲咪咪的秀恩爱 这也不是第一回了 之前战哥推出的联名木槿花图案上就有妹妹的影子 而姊妹在晚会上的这身裙摆 简直就与战哥这个木槿花图案 不谋而合 这难道还真的只是玄学家堂吗 恐怕越老来看了都得说一句余生夫妇上大分吧 试问肖战杨子这么帅气 美丽照片从何而来 原来都是对方所拍的 因肖战之前是设计师 所以审美角度还是有一定基础的 把姊妹照得如此好看 并且在剧中医院的标志 都是战哥花了几分钟就做出来了 可想而知肖战是多么的专业 而两人合作的余生积压了三年才播出 其中肖战跟杨子的互动 也让网友们期待 毕竟两人在一起参加互动以来 都有不少的名场面出现 而肖战每次跟杨子对视时 那宠迷的眼神真的快甜出矿了 更何况是两人片场休息间隙 那更是田煞身边的工作人员 肖战拿过杨子手中的伞一起打 一起坐的时候 还把椅子往姊妹那边挪一挪 只想靠姊妹那边 可当两人无聊的时候 编曲过相机为对方拍照 两人情意绵绵地在天台互相拍照 旁边的助理们表示 狗粮吃得满满的 值得注意的是 肖战在给姊妹拍照时 下意识地去整理了姊妹的发型 还是自己亲自动手 这甜甜的爹戏男友氛围 是怎么一回事真的不要太好嗑 没想到都2023年的肖战杨子还这么好嗑 前段时间 金主爸爸官宣双带之后 很多CP粉又活过来了 毕竟这是两人合作余生之后第一个双带 尤其是余生的长尾效应太强了 都播了快一年了国外才开始播 战哥的超高人气延续到国外 还被邀请去米兰看秀 肖战的海外粉丝应援也很给力了 国际机场依旧有很多人接机应援 不愧是战哥人气好高啊 很多人认为战哥和姊妹没有互动是在避嫌 但这只是因为两人人红是非多 毕竟余生开播前他们就经常往来 娱乐圈其他人跟同剧组演员合作之后 很少有机会再见 但姊妹和战哥拍摄了余生之后 每年都有互动 杀青两年多了 姊妹还被邀请参加战哥的话剧演出 不仅仅有两次问鼎微博King和Queen 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晚会活动 战哥都会靠近姊妹跟妹妹打招呼 有次晚会上 战哥和姊妹原本挨得比较远 但战哥却一步一步移到姊妹身边 将身边的情敌拉开与姊妹合影 难怪主持人介绍他俩时会调侃 说到杨子不得不提到肖战 这信息量太大了 在余生播完之后 肖战和杨子的热度一直持续到现在 作为娱乐圈内的两顶流 两人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关注 能在二十几岁的年纪选择转行 肖战有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勇气 从小就有着一张十分精致的长相 也为他进入娱乐圈有了很好的基础 杨子作为娱乐圈的资深童星 从小伴随着聚光长大的他 一直保随着良好的性格和三观 也因此在娱乐圈结识了不少好友 甚至连男艺人都愿意和他称兄道弟 不过杨子的感情一直是个谜 他的年龄跟战哥差不多 不少人就希望这两个人能在一起 这时也有不少人看到了两人之间粉红色的泡泡 他俩之间的CP感也直接拉满 而且直到现在两人也有着说不清的巧合 肖战在新剧杀青宴上 战哥身上戴的那朵小花花 在姊妹新剧开机仪式上 姊妹口罩上也有朵一模一样的小花 虽然真假有待证实 但是两人之间这种巧合也不是一两次了 虽然余生请多指教已经完播 但肖战杨子两人的余生CP还是吵得沸沸扬扬 因为两人在剧中的演技实在是太真实 让不少网友从戏里磕到了戏外 而两人在私底下的互动确实很甜 在片场的时候肖战无时无刻都黏在杨子身边 还经常陪他玩一些沙雕游戏 大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杨子就快要把姊妹吞掉了呢 怪不得连余生导演都不敢放花絮 肖战可谓是内娱的一匹黑马 当初遭受了来自外界舆论打压 消失在荧幕一段时间 最后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如今娱乐圈的顶流柱 杨子也是一直支持肖战的 巧合的是肖战杨子都曾说过 会在35岁左右结婚 而肖妈妈也是杨子的头号粉丝 杨子的每部剧几乎都没落下 看来两人还是很有机会在一起的 一次微博之夜 肖战杨子甜蜜同框 在杨子发言完后 肖战说出了像羊儿生的激励词 要知道 肖战之前一直说杨子像个小太阳 就是在暗戳戳的表白了吗 注意接下来主持人说的这句话自由如风 无畏缺爱 看来小妮是知道什么内幕吗 可以说是诚意满满 这是肖战第一次在片场过的生日 对他来说 这是一场很特别的有意义的生日了 因为肖战和杨子在戏里实在太甜了 很多CP粉们都走不出来 毕竟杨子真的是和谁 都超级配的百搭甜女主 所以当肖战被问想不想把杨子娶回家 战哥下意识就回了剧 那得看他愿不愿意嫁我了 肖战的一句话 杨子害羞的脸都红了 其实战哥的年纪也不小了 虽然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但对他来说还有更高的挑战 余生这部剧其实早在2020年 就应该跟大家见面了 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到2022年 但好在功夫不负苦心人 余生没有被埋没 还能等到开播这天 让我们吃到这么好吃的狗粮 我的女朋友想怎么抱什么抱 哈哈哈哈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在视频下方进行点赞留言